每輪吸水的水質必減少農務們的負擔 2. 加強應用水的管理 完成自愛水水質的抽驗142件 水耀的檢驗576項次 並執行進水場水源的水質抽驗33次 引用水設備維護管理共機查90件 抽驗71件 甚至專包飲用水的水源水質積查共13件 抽驗5件 檢驗自然水質的積查檢驗8件 檢驗的結果都符合標準 3. 海洋污染的防治 直行花蓮港和平港實體港 花蓮移港的港區污染積查及船舶 海域航行污染積查76次 經符合海洋污染防治法的規定 執行春夏季兩季海域水質檢測 檢測的結果也符合海域甲樂水體水質的標準 第四 積極推動突然及地下水污染部分的防治 福島本縣加油站進行網路申報作業 一共兩劑 加油站現場查核30次 每月針對列管的場子進行行查 截至3月底本縣共有三處列管場子 共計行場19次 針對北埔油庫控制場場子 區外的監測警採樣兩口次 以105年3月進行採樣 監測的結果各項檢測 接低於管制的標準及監測的標準 我們將持續進行監測作業 第五 毒性化學物質的管理 目前本縣俠內毒性化學物質列管的廠商 總共有32家 機查作業的情形 共計20件次 經一 毒性化學物質及相關的法規運作 令福島運作廠家協助機構 申辦各項核可及登記備查的文件 以運作場所設施的標準 落實 毒性化學物危害 預防及應變 以維護公共的安全 第六個 活化環保科技延期 為擴大花蓮縣環保科技延期的活化 以104年8月20日參加環保署 召開了環保科技延期執行委員會 將環保科技延期活化的規劃 向環保署報告 並獲得環保署上一的回應 後續將環保署及各委員的意見 納入整個報告後 送行政業環保署來核備 二 配合2015年花蓮翱翔季 辦理延期的相關設施修繕 及環品開發計畫書件的變更等工作 對活化花蓮縣環保科技延期 確保設施良善與永續的經營 我們將委託民間專業經營管理團隊 來經營管理 提供高品質的服務 促使環科朝向永續的經營 保護環境的資源 追求永續的發展 是世界的潮流 也是為後代子孫留下淨土的良心工作 當前環境保護已由公害的防治 提升為資源永續的利用 我們本於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兼顧共識 以原則 來加強防範環境受損於未來 以及家事輔導改善現有的公害污染 同時 重視民意的防疫 努力削減污染源 結合民間與政府的各部門的力量及資源 共同參與環境的保護工作 並將環境教育向下扎根 推動全線都是生態文化環境教育 廠疫的現場 以實際行動來創造 健康安全及臨時的生活環境 以追求花蓮的永續發展 以上報告盡請指證 並祝為 趙副議長及各位議員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大會成功 謝謝 謝謝勞中局長的報告 下個議程意見交換 現在休息10分鐘 請ちょっと待會 請坐 甘願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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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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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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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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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 观看看看 观看 观看看 這個年紀輕輕機變成歐巴桑在咳嗽 我想不行 是不是因為我這樣搓菸的時候 產生我的肺部有一些影響 偷偷的戒掉那個菸 因為以前都是自己用捲的嘛 那個買的小小根小小根我搓 沒有了一下子就戳掉了 我都是自己捲 捲那個自己曬的菸 我戒掉了 這個部分我想多先導一下 這個健康方面還是要我們去 多做先導 沒有錯啦也許 做生意的人會覺得說 這個阿妹把我們的生意弄垮了叫你不要抽菸 那以後我們生意會影響 可是 本身身體的問題 我並不是說 拒絕做生意的人賣煙 主要是個人的問題 希望我們的 老百姓花蓮縣民的營運更長 因為還有另外一點就是像吃檳榔 吃多了 委長我不是說檳榔吃 要吃的話 我們 我們的檳榔業者 也是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意 因為我以前吃檳榔 含渣都沒有 因為咬的碎碎的 大概會刺到這個胃 產生胃潰瘍 真的 真的 後來還好有一個好心的人叫我服用那個 那個東西 這幾天之後上吐下瀉上吐下瀉 又吃醫院的那些藥搭配來吃 完全好了 健康是這樣 換來的 這個菸 檳榔 盡量少吃 所以我們衛生所 都在 社區 部落 像那台我們門外那邊辦那個活動 不錯 都辦了一些大型的活動 搖眼 用這種方式讓他們沒有時間去抽菸 沒有時間去吃檳榔 沒有時間去喝酒 喝酒不是不好 我以前也是警鬼 無貼跟三品離景而已 但是 高粱潔瘍在裡面 這個 這個東西 可以解決一個心理上的壓力而已 一死而已 但是安全的顧慮 有一次我就是我曾經也提過 開車開一開 怎麼像烏龜一樣開的那麼慢 實際上那個 這個馬表 速度已經達到100多了 這個就是詛咒的下場真的很危險 還好提醒自己 如果是繼續開的話可能是 早就命運了 我們要多先導這樣的活動 當然最心意的人會哭哭叫喔 陳妮妹你在這邊喝酒我們做什麼生意喔 以後我們靠你就好了嗎 不是這樣子 沒有希望最心意的體諒我們這個 花蓮縣民的健康 要來的人那是他個人的事情喔 不要走到阿妹這裡 我是 為大家的健康著想啊 希望我們這個衛生所 都辦這樣大型的活動 就像花蓮績一樣嘛 比賽的方式啊 如果你們有這樣獎勵的話 大家也要去 表演比較好喔 幹嘛要在那邊 而且有腳檳榔啊 這個吸煙啊 我喜歡吸那個新鮮的空氣啊 這樣比較好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 衛生局啊 都辦一些活動 用一個比賽的方式 獎勵他們 讓他們把這些 壞的習慣戒掉 這個是你們的功勞 喔 在這裡還是要祝福大家 平安健康謝謝 貴嘉賢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我們衛生局跟我們環保局的所有 一二級主管 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 首先 針對環保局 一樣 花蓮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小黑文 小黑文環保局有一個叫做研究的 防治中心嘛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 防治中心 研究的成果跟成效 還有防治的情形 到底如何 覺得小黑文的議題有可能會摧毀 我們花蓮縣的觀光 拜託局長 能夠儘速把資料給我 再來就是 垃圾也埋場的問題 環保局 撥了那麼多的錢 環保署撥了那麼多錢 要解決花蓮縣 整個垃圾的問題 但是礙於 每一個鄉鎮首長都是民選的 他有他的壓力 他不願意把垃圾 放到他家 你花蓮市產生的垃圾為什麼要放到秀林 花蓮市產生的垃圾為什麼要放到吉安 甚至放到壽風 甚至腹裡更遠的地方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解決垃圾的一個方式 在花蓮市 除了加強垃圾分類之外 我們還沒有其他的方法來應應這樣子的一個作為 那我要拜託局長稍微簡單說明一下 還有就是 流浪狗的議題 對環保局來講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您跟農業處 兩個單位 其實是密不可分的 是不是未來 也連同教育處 我們在環保局裡面有一個環保基金 你每次在補流浪狗的時候 倒不如多捏一些錢 給我們所有的教育單位 給孩子向下扎根 讓他了解到 我們用購買 不要用購買 用認養的方式 來取代購買 讓更多的孩子 能夠來鎮養這些流浪犬貓 然後 再加強我們社區的宣導 給予我們一些村裡有一些經費 我知道有一些是家犬 家犬生出來的狗有的時候就棄之於 其他的地方 他並不是寵物犬的方式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多編列一些經費 跟農業處一起來結合 來做捷育的動作 這樣會減少我們清潔隊員工作的繁雜度 還有就是 有關於之前我有提到 是不是未來 我們這次和平好像我們打贏了嗎 打贏了有四億進帳 四億進帳是不是未來可以 辦理很多一個環保創新的一個比賽 研發的比賽 是不是未來我們 我們有可能解決未來下一個世代能源的問題 就產生在花蓮的研發作品裡面 覺得這很重要 花蓮好山好水之外 有很多人有很多創意的想法 我的同學 本身也是拿過瑞士發明獎 全世界各個發明獎 他就是在花蓮 也是我們之前 陳新田陳課長的公子 陳主任的公子 雖然陳課長已經不在了 但是他 可以證明我們花蓮這邊有非常多的孩子 都非常非常優秀的 再來針對衛生局 關於校園毒品的問題 但毒品的問題 我們衛生局也是責無旁貸 跟警察局 還有我們學校端的部分 我們都應該要 做一個緊密的結合 未來怎麼樣去宣導防治跟遏止 貝他命真的非常非常嚴重 未來會不會有其他毒品再度產生 我們不知道 也要拜託局長是不是在這個部分 局長又重新回到位子上面了 我相信你有更多的想法 能夠來協助這些孩子 孩子是我們國家未來根本要拜託 還有我之前曾經提 提過的雲端建置照顧的系統 我們是不是未來 能夠 有比較完整的 甚至用花東基金 或者是引進民間的資源 再把這些系統重新建置完成 現在的網路已經非常非常成熟了 那我們如果有建置系統 像我這個就是佩戴系統 可以監控 個人的一個 健康行為 那如果給老人家的話 我們可以預防他的疾病 疾病的發生的狀況 也可以發 也可以發現他如果有緊急狀況 我們可以協助處理 以上謝謝 比布施議員 謝謝副議長 這兩個局處算是我們縣政府最辛苦的局處 那麼 這邊有一個議題要跟我們衛生局來討論 就長照的是未來新政府最重要的一個政策 我們衛生局呢 我們要去跟社會出來做合作 就是說在花東基金裡面提出類似長照的計劃 把養生存跟健檢來做一個合 還有就是夏天要到了 我們食品衛生檢測的部分是不是有落實有確實 那另外就是我們衛生局呢 他其實最重要工作在TV的防治 可是呢我最近有幾個選民服務就是有關於TV的物診的問題 就是說醫院可能在 TV的這個篩檢上面就是 一直認為說這個病人喔是TV 結果呢在投藥下去之後因為你知道投藥就是要逼他一定要吃 吃完那個幾個月的藥嘛要看他吃進去 結果呢病人他可能不是TV可是醫院物診為TV 硬要叫他吃藥的時候呢他就引起了肾衰竭 最後呢也是很快的就走掉了 就是說我們在確診TV的這樣的一個SOP 是不是有 確實 或者是為了績效的問題喔硬打非TV的個案呢當成是TV的個案 那另外就是剛剛有提到那個小黑文的問題我想小黑文的問題是我們花電線 共同的議題啊不管是衛生環保 甚至是 觀光也好 剛剛嘉芹有提到 那其實 嘉芹其實在上禮會期的時候有提到這個部分就是說他們可能已經有研發出類似的藥劑 我們是不是環保局是不是在花東京的部分用公共造產的議題然後呢 研發類似的藥劑 那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將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啦那你是不是朝這個 方向去努力喔 那另外環保園區喔除了夏天開放之外呢其實我們大概有10個月的時間是 閒置在那裡啊 阿整個廢棄在那邊好像廢墟一樣喔 那是不是除了這兩個月之外呢你其他的時間也要做有效的利用喔那以上謝謝 市惠平議員 市惠平議員 主席在場各位大家好 那我這裡有幾個 意見要跟兩個 呃 舉出來 討論一下 第一個我想說關於那個環保局的部分 那現在大家對於環保議題 越來越重視 那也有很多 其實 一些志工或者是一些民眾開始主動參與這個環保情節的部分 可是呢這裡本席有一個建議喔 就是 其實當民眾他很熱心的去 清理這些垃圾之後 後面應該怎麼去做處置的部分 其實他們並不是很了解狀況 那 事實上以公務單位來講是很 容易去區分說這是誰的權責這是誰的權責 可是一般民眾就覺得那個是管禁戶的權責那就是環保局的權責 那 事實上有很多墨需有的一些壓力是在你們身上 可是這也就也就是說 可能我們是不是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風氣就是大家願意主動關心這個環境 那我們是不是有一個平台喔 可以協助這些民眾 去讓他知道雖然你現在你現在清理的這個地方可能是誰處理的但是我們不是踢皮球要把踢回去 協助他們去 完成 他們想要做的工 保護環境的工作啊比如說主動幫他們聯繫 像我知道之前我有請我們科展幫忙他就真的是做得非常好那個平台做得很好 所以呢是不是這個東西是可以繼續去做 維持讓大家越來越主動去關心我們的環境那 這樣子呢可以減少我們公務機關很多的壓力這是第一點喔 那第二點就是說呢 在他們從事的這一些 這一些工作之後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有一些獎勵措施或者是一些團隊 那他們其實有反應喔 事實上在現場可能 譬如說常常 丟垃圾的地方是不是有一些 一些 組合的 功能或措施 是不是我們環保局主動去跟全責單位去做聯繫喔 這一個標示也好一個牌示也好或者是一個 或者是寫一些罰款的那個 一個 標語都好 這是在那一些部分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宣導的 一些 標語 在提 提醒跟暗示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這次剛才有議員也去提到我們夏季環保科技園區要要開放 今年也會開放對不對 會 好 那去年其實我有去過兩次 還蠻好玩的 有一些 一些大部分都是很稱讚的部分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其實在網路上有一些反應 那這個我建議是說 今年我們可以從這些反應去做一些修正 比如說我們20個館場 其實 大部分的反應都非常好 一些3D的一些都很新奇 在花蓮地區也很少看到 但是呢有一些館場比如說像 大家去那邊去不可能去閱讀 像閱讀區就幾乎沒有人 那有一些像玩具區那些玩那個小球的那些地方 那個人是 要關了之後人才趕不出來的 所以他有一點點落差 那是不是我們在每一次活動完之後他可以有一些顧客滿意度或者是一些去關照他後面的一些 一些 實施的結果 然後去做下一個年度的修正 譬如說那清水區 有一些整潔的問題或者是我們的 這一點的地方是不是有足夠 那這一些呢事實上我們今年或許可以去做得更好 那再來就是 衛生局的部分 就是其實在一兩年前我們的觀光醫療 其實那時候呢 不常熱鬧的 一開張但是呢現在因為 因應一些陸客的減少或者其他 觀光客的 異統 其實本期很想知道我們現在的實施成效 包含我們現在 到底 我們的觀光醫療的 的 顧客 他是主要來源是 哪一個地 哪一個國家或哪一個地區 好那這個部分呢 我希望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我們的顧客群到底在哪裡 那第二個就是夏天也是要到了 那我們的一些下進飲品其實現在已經開始 已經熱鬧的已經開始了 那 事實上 我們有一些 食安的問題還是很多人非常的關心 那有聽 我們的同仁講 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有一些食品它對我們的身體是非常不好的 那 包含就是我們現在洗腎 的 年齡層可能下降 或者人數增多 那聽說呢我們這個手藥杯或者是飲料其實對我們的身杖 也不是很好 那是不是衛生局可以多加去宣導 好就是 到底什麼東西什麼食品對我們的哪一些 身體的哪一些器官是造成很大的損害 那這個部分呢我希望 這個讓民眾可以了解之後可以多一些 一些關 一些注意 那也能夠讓業者 知道政府重視這個問題之後可以有一些自律的行為出現 那這個部分的是 希望衛生局可以自己多加去注意的地方 那另外 剛才迪路士有去講到腸病毒的部分 我現在朋友也是 他那個 他們幼稚園也是要關了 這個一個星期是停 停止的 因為有發現腸病毒 那事實上 這是 這兒童的 衛生教育部分 或家庭的衛生教育部分 也希望衛生局能夠 多多加的宣導 讓 讓家長或 這個 小朋友 可以知道說我們應該怎麼樣去養好一個正常 一個 好的一個衛生習慣 讓我們這個花蓮真的是一個健康城市 那兩個局處都很辛苦 以上謝謝 齊協依依 謝謝我們今天的大會主席 我們 張副議長 我們賴秘書長 以及有兩級處的 局長 一級主管 以及議會的同仁 媒體記者先生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早 那首先呢 就駕於我們衛生局 現在的兒童呢 人手一計 那其實 這個 其實老實講 這個小孩子的視力呢 是非常的重要 那在這個區塊裡面 是不是請我們 呃 櫃局裡面呢 是不是能夠在學校做一個宣導 包括毒品的一個宣導 我想這個向下 砸根 非常的重要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是不是由我們櫃局呢 還有我們的衛生所 能夠有 盡量到學校去做一個宣導 因為這個 電話呢 手機的這個螢幕呢 其實看久了對 我們的視力是非常有影響喔 尤其是幼兒 這些 現在的媽媽有時候都會放影片給 小孩子看 能夠 哄他 騙他喔 那其實這個都是非常不好的 那我們要如何去宣導喔 我想這個也有有賴於我們 局裡呢 在做宣導的同時呢 也能夠一併的做一個宣導 還有就是我們的果菜市場的一些菜呢 是由外地過來的一些蔬菜 小黑紋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花蓮的一個 非常 痛的喔 尤其是小黑紋喔 外來的觀光客 每一個我看到都是 一泡一泡 紅紅豆冰 其實我們都是美意的 我們都不怕喔 但是外來的觀光客 每次看到他們手腳 整個都是像紅豆冰 看起來也非常的 疑心不忍啦 但是又沒有辦法來解決這個小黑紋 那我們是不是用有什麼方式 在十三鄉鎮各鄉鎮呢 是我們衛生局能夠 跟環保局是不是能夠發放 一些撒 撒草的啊是撒蚊子的這些 農業還是就是 減低的一個 撒蟲的這個部分呢 能夠發放給我們十三鄉鎮 給予我們的村長 去做一個消毒 我想這個是向下 扎根能夠 呃 前面性的 一次的來做一個 這個這個 掃除 我想這個應該是會有 有作用然後 那 我想這個是 我們衛生局的部分 那環保局這邊呢 呃 其實我們花蓮溪也好 利物需也好 以及我們東華 大那個大橋的這個出海口 這個部分呢 這個呃 呈塵 塵塗飛揚這個部分喔 其實是在八九月 以及在 呃這個 呃 人家說的是高剛風的時候呢 是塵塗飛揚 然後那個地方呢 我們要如何去 做一個防範喔 我想這個是非常的重要喔 不然我們 居住在整個 呃吉安也好 塑封也好 花蓮寺也好 呃 這個 都會 飽受到這個 封殺的一個侵襲喔 所以我想在這邊 期許我們的 呃這個 勞機長以及我們所有的團隊 能夠協助幫忙喔 還有就是我們的垃圾 隨意的清倒 非常的多那天我有給 局長你看了喔 到處都倒了一大片一大片喔 其實這個是非常多的 而且 也非常的嚴重喔 這個我想 應該 也要 呃 下廂去查一下喔 還有就是我們自來水的一個檢驗喔 我想這個我們環保局也有義務來 為我們的13鄉鎮來做一個把關喔 還有就是我們目前外面的都有擺設的那個 呃就提供民眾 呃加水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也有定期的去做一個 呃抽查喔 這個對於民眾的呃身體的一個狀況 非常的重要 希望我們局裡呢也能夠務必去做一個 呃檢視喔 還有就是我們資源回收的這個部分有舊衣服 的回收 的一個箱子喔每次 呃都會看到這個箱子 但是有時候就看到滿滿滿出來了 還是沒有人去收喔 這個到底是誰在管理誰在放 我想這個是要有一個 管理的一個機制喔 不然任意的放他讓他 放在路邊 然後他又不去收 然後塞的滿滿的滿出來了 還是放在那裡 我想這個也應該我們環保局這邊是不是應該也要 做一個管制 那如果說他們要放是不是定期的去 收 是怎樣喔 我想這個是對於整個來講是非常重要 有愛張官以外呢 然後放在那邊又 呃如果下雨 滿出來下雨的話 濕濕的在那邊的話 其實這增加的蚊蟲的一個生長 所以在這邊呢 呃 會生長一些蚊蟲那些喔 所以我希望說 是不是能夠有一定的地方然後他就是放在外面 放在外面齁就讓他風吹已打 然後裡面整個東西都是濕的話 那你你想想看這種東西放久了他沒有去收會造成怎樣 惡臭 所以在這邊也希望我們局裡能夠來協助跟幫忙謝謝 總之財議員 好謝謝張副議員 有一個意見跟 我們那個姚記長來做一個 建議喔 193道路的透寬喔 這環境影響 零鼓是由你們主辦的嘛 那在媒體上看到你們說下一次的會議 要限制人數 我不反對你限制人數啦 我希望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 你如果空間代表要限制人數 必須要正方跟反方 如果是20位 正方10個反方10個 哇 如果要簽認勝負沒有關係我也聽到很多聲音 包括本業同誌說 他們的都不是法連人 沒有關係 勝負也可以簽 不理由看勝負證喔 你想我U開頭也請個法連人 法連出席的 住台北 某人家是台北啊 但是現在有一些人是因為他住北的地方 本來因為法連是好當好水啊 人群要法連很大 但他父親已經在法連了 你身分證定一定要很重要喔 你不能說因為你 曙光意識說你不是法連人打你一次 這個一定要做到好不好 這樣不是要公平其念 其實193道路透寬的 環境影響很久喔 當初提出來88年提出來是為了要 為了要港口對外聯絡道路的系統 你這次十幾年 你現在提出來的 計劃是 要為了輸血輸花蓋通舟以後的車流量 像這樣的 不一樣的目的 可以同時一下 可以一起一起 一切一次可以這樣做嗎 這是第一個一點 第二個 這個193道路的透寬喔 自從山站到光滑 但是你主要是要一開始 完整的道路完整提出計劃 為什麼中間這一段都沒有計劃 提出計劃 現在 交通部公路總級核主的只是 山站 跟光滑 那你中間這一段呢 你應該 做一個環境影響評估 是整段路都要做一個因為你們 環境你們那個環境影響 影響評估那個委員會 是替這個通關道路背書的呢 那整個計劃提出來這個中間這一段 可以省喔 這是這是我們都一點啊 對不對 我相信我這樣說不通啦 包括 我一起參加過一次 包括那個防風林 真的那防風林對北埔 新城那當地的居民 那把握作得非常的大 你如果沒有那邊防風林喔 整個農作物都不會升出來 包括因為他其實那是外圍渡的嘛 整個北風從哪裡搬進來喔 真的 冬天都不能住人啦 所以一定要防風林不要去破壞他 這是我的建議啦好不好 林秋美一言 謝謝大會主席副議長 兩位局處的 副長 還有一級主管 各位議員 旁邊媒體先生朋友 現在是交換意見 首先恭喜我們 林局長 回歸到我們縣政府來 恭喜你 你很優秀 所以縣長又 找你回來 針對衛生局這個部分 各局 各科長 一級主管 大家辛苦了 衛生局非常的辛苦 我也謝謝你們 針對我們原住民的健康 在把關 可是我 往往碰到很多原住民的朋友 他們說 酒是我們的文化 可是你們一直 禁止我們喝酒 當然你們宣導上 是為了我們的健康在把關 我們知道 可是酒是我們 原住民最重要的 祭典文化 我們並不會酗酒 我們對酒的 那個 不會像你們 漢人想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對酒的是非常有節制的 那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 衛生局有所謂的 那個 健康營業 部落 部落健康營業中心是不是 那個部分 我不太清楚是不是 可以讓我了解一下 而且針對我們 食安的問題 我在這邊 懇請我們衛生局 我走出去 動不動就聽到是說 花蓮縣是光光盛地 可是在食安的部分 我們衛生局是不是很 很認真的 針對我們 所有的食安的問題 像那個食品 光是那個農藥的 長流的部分 因為如果農藥長流在食品上 相對的 我們未來的那個 健康就會受到影響 謝謝 我在這裡 懇請我們衛生所 因為我知道 這個部分 像剛才有幾個議員也談到 現在有的幼兒園 已經在停課了 為了腺病毒的問題 然後延伸了家長的困擾 如果酸心家長 這個小孩子 一腺病毒 停課一個禮拜 對家長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那我們怎麼樣來防治腺病毒 還有人說沒關係啦現在時代就是這樣 不是癌症就是腺病毒啦 這個流行性感冒也很正常啦 很溫柔 用一點心 然後請辛苦你們 針對環保這個部分 我在 上次有捲舉 捲舉一個 隨意 隨意亂丟垃圾的部分 現在民眾不知道是觀念不好還是怎樣 有一個非常 困擾 農民的 就是說 他們會隨意亂丟垃圾 上次有一個民眾他剛好 丟了兩三次 終於被我看到 裡面有 那個 宅急便的 那個電話號碼 然後我們 警察人員有到現場去 之後 警察人員有打電話給民眾 可是那個民眾的態度非常惡劣 事後不知道有沒有 輔導他 或者是懲罰他 這個部分 我也 請衛生局回答我一下 針對我們花蓮觀光 縣市 小黑文的 倉皇 雖然我們衛生局這邊 雖然環保局這邊 有給鄉鎮 那個 那個去除 小黑文的那個藥 可是我是覺得是說 如果沒有在同一個時間來消毒的話 坦白講今天是新陳香消毒那個小黑文就跑到 吉安香來了 吉安香消毒就跑到受風香 是不是可以定點用一個時程 大家整面 全部限 13個鄉鎮 一起來做小黑文的那個 消毒來 來做一個 煙滅小黑文 還有針對我們垃圾的部分 我上次碰到一個業者 就是民宿業者 他針對我們 環保局的公文給鄉鎮公所是說 現在垃圾 定點垃圾 本來是說一個月鄉鎮公所到他們 不管是學校還是民宿業者或者是觀光景點 他們到那邊去收垃圾的那個垃圾車 一次 現在以前是一個月收兩次 現在是一趟 一次 就要 就要跟那個業者或者是 學校 收起 1600塊的一個 垃圾處理費 這樣子對 學校或者是 對那個民宿定點 設置的那個垃圾車 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鄉鎮公所你去問他的時候 為什麼收這麼高他說這是 環保局規定的 就是現在學校的垃圾不能 推給清潔隊處理 就要用定點式 一趟 要收1600 這樣子對學校或者是對業者來講 是非常困擾的 也不知道業者 一個月有沒有 客人進來 我就碰到在收封 有一個民宿業者在反應 所以這部分是不是可以請 局長 回答一下為什麼我們 衛生局 不是我們環保局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公文給鄉鎮公所 是不是為了整個業者的 減輕負擔 讓我們垃圾處理的部分 更能夠得到民心 好不好 謝謝 有沒有議員要發言 黃正副議員 謝謝主席 我們兩位 局處長 還有 各位 這個主管 各位同仁 根據 4月28號的報紙的記載 我們花蓮縣的離癌人數 相較於 過去的年度 有增加7個人 那我想很多 癌症的發生是文明病 很多 這個 措施 我想衛生局在過去的幾年 也非常努力去 進行 預防的 這個措施了 但是 癌症的發生 還是 來勢 洶洶 我想 花蓮縣的縣民 的健康 在癌症這個部分 想請教這個 衛生局 因為 有很多的癌症 他是有很多 相對的檢查 可以 做預先的了解 比如說 糞便的前血反應 比如說 肝癌的 抽血的檢驗 比如說這個 口腔癌的 黏膜的檢測 比如說 其他像 女性乳癌 等等的 一個預防的檢測 我想請 衛生局提供給我們一份資料 就是過去這幾年 你們針對這樣子 癌症的 預先的這些檢測 你們大概做了 哪些 項目 哪些數量 那第二個 現在新的 局長上任 我們對你有 更高的期許 因為你是 熟門熟路 在 在現在來講 我想 了解一下 你對自己 未來 在這個 花蓮的 癌症的 預防上面 你有什麼 遠景 你有什麼 措施 規劃 讓這個 讓這個花蓮的癌症的這個 未來的人數 能夠因為你的努力 降低 因為現在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我相信這也是很重要的挑戰 很多家庭 很多家庭 他罹患其他的疾病 他們心裡的感受還OK 還信任現代醫學 可以去幫他們 可是 一旦 被宣告是癌症的 這個 患者 那個家屬的衝擊 我想 一定是非常大的 那可是 有很多癌症 像 腸癌 大腸癌 他的 這個 存活率 其實在事先的 瞭解之後 都還有很高的存活率 所以我希望縣政府 基於你們的執掌 基於我們這個資源的運用 我希望 在未來的 一段時間 在這些預先檢測上面 能夠有 更明顯的 成長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你們過去的做法跟未來的 的這個計劃 第二點要請教環保局的是 我們過去曾經針對 那個 空地 的維護 有頒發的一個 法規 自治法規 讓你們針對 這個 觀光地區的花蓮也好 或是我們追求更高生活品質的花蓮也好 針對空地的部分 有一個 實施的 法令基礎 那過去 今年是105年 過去104年 你們大概 做了什麼 比如說 你們是以勸導的方式呢 還是開罰單的方式呢 還是其他的方式 你們做了什麼 希望會後 在這兩天 給本席一份報告 給本席一份報告 那也希望你們 在未來的 時間 要加強 因為 空地 打草或是 空地 跟道路連接點的 髒亂 事實上是我們 各鄉鎮 的死角 我們不能期許 那個 清潔隊員 去掃這些 空地旁的道路 因為他們人力不足嘛 我們也看不到 民眾 在他 至少門前血的部分 可以清楚這個部分 如果你是住家 如果你是商店 你早上起來 掃一掃你的 兩公尺的範圍 你可以把那個部分的道路 清潔起來 可是空地呢 空地的主人也許在台北 空地的主人也許在其他地方 所以 經常性的 煙地 飲料杯 檳榔渣 他遺落的地方 就是空地前的道路邊 因為他沒有人管 如果說在 法治面 在你們其他的措施方面 沒有照顧到這一塊的話 那永遠都是 道路清潔的死角 道路清潔的死角 所以我想 這個 局長 請你 因為我們一下 104年 你們針對這個議題 做了哪些部分 那未來 你有什麼新的做法 也一併 出面 來回答 這個本會 謝謝 鄭全榮議員 好謝謝我們大會主席 我們商務議長 還有我們 兩位 局長 還有 議會的科長 還有本會的 議員同仁先進 大家早 首先本期針對 剛才 也有很多媒 議員同仁先進 所提到的 長病毒還有小 還有那個小黑文的部分 每年這個季節 長病毒都會發生 那記得在去年本期有提到 因為 這個季節都是我們 長病毒會發生的時期 那我們 教育處當然是很用心 可是 很多環保的部分 衛生的部分 需要我們 衛生期跟環保期 橫向的聯繫 不用每年這個時期 我們都在談論這個問題 我想 我們 都是在一個 縣政府裡面一個體制下的一個 一個的急促 我希望你們都能恆向的聯繫 在我們長病毒發生期的時候 可以跟我們 教育處 來跟他聯繫 看要怎麼的協助 包括 我們可以商請我們環保期 可以商請我們鄉鎮公所 來針對我們 學校的部分 適度的來跟他消毒 因為 小朋友都是我們國家的 未來的主人翁 那自己技術上 那個藥品的部分 請我們 衛生期 可以來協助 這個是 我們要橫向聯繫 是針對我們長病毒的部分 那還有就是說 很多觀光客來到花蓮 花蓮好山好水 可是 我們的小黑文也是很兇 那尤其我們小黑文 很會欺負外地的 外地的人來 他特別欺負 你本地人 尤其是在住家裡面 這一戶人家 小黑文 不會去盯他 那左右鄰居的還是外地的朋友來 他都選擇他 所以說這個可能氣味上的問題 所以說 每年都會發生的部分 尤其是 觀光客來到我們花蓮 不要因為小黑 黑文 來影響到我們花蓮觀光客 來到花蓮的一個意願 那以上這個是請我們環保局跟我們衛生局多多來協助 那再來 針對我們環保局的部分 最近 我感覺 我們花蓮縣的縣民真的是生活的蠻痛苦的 那我們民意代表 也是幹的非常的痛苦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的地價稅調漲了 一些 費用也調漲了 還有什麼違反什麼區域法的滑單啦陸陸續續來 環保局的部分 現在很多房間的一個業者跟我講 以前所謂的我們垃圾 我們可以隨我們 清潔隊 來收起 那現在我們鄉鎮公所清潔隊會跟他認為說你這個是事業會記錄的部分 他不予收起 那要請我們的業者他自己去找我們那個所謂的事業會記錄的清理業者 來清理 這個都造成了我們業者的困擾也造成我們個體民意代表一個壓力 那我想 當然事業會記錄的清楚是我們 政府我們國家未來一個政策 可是我們要給業者一段的適應期 讓他知道這個是未來的趨勢 那也要讓他知道說 他的事業會記錄的部分 有哪些業者可以提供他們來清潤 這個部分也要請我們環保局 多多的會心一點 那我們花蓮的福利 沒有走在全國的前面 反而一些土地增值稅的部分 一些稅金的問題 還有垃圾清潔的部分 都走在其他縣市的前面 我想 這個是對我們花蓮縣的縣民 是非常不合理的 烹禮沒有比人家好 稅金比白人那麼多 堂也比白人那麼多 所以說我們花蓮縣的縣民的生活痛苦指數 又增加了 所以說這一方面要請我們 姚記長針對我們事業會記錄的部分 充分的跟我們業者溝通 也要讓他知道說這是未來的政策 那自己 認定的問題 我是認為要重寬 如果說要認定事業會記錄的話 我們整個商店街 商店街裡面的一個 做生意的 他們的垃圾都所謂的事業 會記錄是不是 因為他們有營業行為 那你們的說法是 廚餘的部分 還有家庭衛生部分的一些 廢記錄的部分 不算事業會記錄 那一般其他的做商業所產生的一些垃圾 你們認定那個都事業會記錄 我想還是要重寬的認定 這可能這邊要拜託我們環保機長 來協助 那再來的話 我們的 鄉鎮公署的煙埋場 都已經飽和封場了 以我們吉安鄉 華蓮市 壽峰 那個煙埋場都封場了 那很多我們業者他有需要 要去請到的部分 你沒有地方讓他去到啊 你總是要有一個地方讓他們去到嘛 你們只能講說 我們吉安封場了 花蓮市封場了 收工封場了 你們自己想辦法 結果你沒有一個方向讓他去 公務機關的設施的存在 就是要保護我們的 人民 讓我們人民有一個依歸 讓我們人民有一個方向可走 結果我們環保機 我看不出來我們環保機 給我們的業者有一個哪一個地方可以去請到他們垃圾的地方 沒有 只有給他們說那你去找 垃圾清業者幫你帶親 那再來 找垃圾清理業者帶親 動輒一公斤 7塊8塊9塊 他的成本增加了 將對的 會把這個費用加注在我們 請業者清理業者的 一個消費者的身上 無形中也增加他的成本 像那天我講的 整個 整個流程拉長的費用增加到最後都是加注在消費者身上 我想 花蓮痛苦指數已經蠻高了 也要請我們機長多多的協助 再來 再來 我們193縣道 193縣道尤其是在我們國慶廟旁邊那邊 很多的業者利用晚上把我們所謂的垃圾事業會75還是一般的垃圾 都往那邊倒 這表示什麼 業者沒有公德心 再來 我們政府單位 沒有讓他們有一個可以到 垃圾的地方 所以說他們隨便到 那最後 的成本加注在 政府機關的身上 所以說我想 我們還是要規劃一個中期一個煙霾場 讓他們有需要人可以去那邊來請到他們垃圾 不要造成他們無處可到 隨便到 天天有一個朋友他跟我講 他說 他在吉安蓋一個民宿他前幾天才回舔的一個基地的泥土 結果第二天 晚上 他的基地就被請到了那個所謂的建築會器物了 我想 業者就是投有這個投機的 的心 那我們政府要 有擔當 讓他們有一個地方可以去請到他們所要倒的垃圾 我希望機長 在這一方面要好好的一個研議一下 不要讓我們副縣長主政之下的 好山好水的一個觀光大線 如果一個垃圾 到處請到的一個地方 那以上兩點還請我們兩位 機長多多的協助謝謝 蘇中亮議員 謝謝 張會議長還有秘書長 梁菊的局長 以他的團隊 包含我們一員 同仁 大家平安 我就叫環保局 一件事情 這個也是去年我在定期大會所提的 一直到 年初 在做一個座堂會的一個議題 我記得 我跟上個禮拜跟局長報告說有關於我們 中坪部落 幫我登陸一下 中坪部落 包含 澤西 部落的第80 這個兩塊土地 中坪部落跟 澤西部落第80 好 局長三次有跟我講說 這個兩塊土地就是不種西瓜 從 禮拜天一直到現在 包含今天 村長有回電給我說 他們這個瓜農是利用晚上 開始在施作 我說局長說已經 已經OK了 就不做了 那現在為什麼因為動工 我跟局長報告 就是說 區以外的包含河川 以外的 那個是我不干涉 但是 我最主要是 部落裡面 好 部落裡面 前面我們 很多的議員 都已經 發出了 一個警告 內生 跟 環境 要重視 同樣的 西瓜 你種植在部落 外西道 非常重要 我們人民的健康 我可以跟局長報告 十年前 二十年前到現在 我們這個兩個地方 還是我們左西部落裡面 很可憐 可憐到什麼地步 媽媽 每一年 為了會結合 為了被感染 皮膚 會變色 等等 甚至於死亡 誰在關心 誰在關心 我們機關的工權力在哪裡 再來 最主要是 我一直跟局長報告說 你們在94年自己訂定的公告 希望 環保局拿出 公權力 我是針對 你們94年 花出的這個公告的條例 拿出公權力來執行 就這兩個而已 就是中平部落跟 卓西部落 180 卓西部落這個就是去年有發生一個 華之愛的一個電影 就是自己拿槍嘛 居然都知道 我不希望說今年 再發生更嚴重的 這個 華奈之才 這部電影 真的 我薛正亮 一定會 抬頭 抗議 為了什麼 為了我部落裡面的健康 為了我部落裡面的衛生 我不得 再把這個 我們部落的一個 健康 要忽略掉 以上在這裡跟局長我拜託 好不好 拜託 好以上謝謝 楊德金議員 主席 賴秘書長 我們宣布兩個單位的工作團隊 這邊本區有一點小小的建議啊 關於我們 衛生局對於這個 煙害的仿製啊 你們做得非常撤離 你們很辛苦 但是 要知道 抽煙的人 還是不在少數 那麼 尤其在公共場所 我們 政府單位 只知道要畫紅線 一個區塊 進煙區 但是 沒有 一個配套 所謂的配套作私就是 你沒有 換煙蒂的地方 造成 所有的煙蒂 到處亂丟 你看到車站 沒有煙蒂桶 我們牢機長就這樣子 這邊就丟了 就踩啊 沒辦法 所以應該要做一個配套作私啊 所有我們花林縣公共場所 你們去左航看看 絕對沒有 我們現在也是這樣子啊 只是發現 那抽煙的 錢怎麼辦 當然抽煙是有害健康 大家都知道 但是抽煙的人 是 水晶腳最高的就是抽煙的人 基本權益 我們也要相對的尊重才對 所以 所有 我們共場所 最起碼你要設置一個 丟煙蒂的地方 不要到處 所以 塞滿煙蒂啦 這樣會造成的 其他的這個說 大雨之後可能會毒塞 這樣好嗎 我想這一點 希望我們這個衛生局 環保局 做這一個考量 謝謝 有沒有議員 劉美營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那個 然後中 處長做得很好 但是還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一直啊 當然你之前就很多這個問題都還沒有解決掉 就是有關這個小黑文的房子工作 我之前還是一再講 是不是還是交由給學術有關單位產官協一起來 這個東西是我們中區隱南 因為地廣人稀啊 然後 又有綠色的樹林很漂亮 可是 每個 觀光客來到這邊 發誓不要再來花蓮 我聽得很難過 包括我的親戚 兩個腳兩個手 紅豆冰加起來快100多個 然後回去台北都要打針吃藥 所以我想念知在知 因為你是教育出身了 還是希望你這個學術單位的多多來溝通 拿出你的這個 溝通最你是花蓮縣政府最會溝通的所以你的 從教育轉到現在可以活到現在真的不容易 我一再講 這個拿出你這個魅力來 跟有關的單位 衛生系統什麼系統來講小黑文到底怎麼辦 那這個當然是 草那麼多樹那麼多沒辦法 水溝 或者是 老百姓的房子污塞附近有沒有有效的藥 多久噴一次 花蓮縣政府一手在弄觀光一手 讓很多觀光客被小黑文咬 這是不對的啊 那所以是不是說 幾天 要噴一次 然後要求規定各鄉鎮各村鎮 強烈這樣我想一定馬上看他績效 你主動給他藥嘛 主動給他教嘛當然這個藥是對人體無害的 但是對小黑文 所謂什麼青苔啊我想 既要推觀光了這個 這個魅力一定要拿出來啦 這個小黑文講了好多年啊 我那個西瓜部分我當然有的一言解決了就不講了 那小黑文真的是知識體大 我們自己花蓮縣的人有沒有被咬有好像比較習慣 可是外地來這邊 尤其我中區一男每個都叫苦連天 我們也很抱歉 他 盯到要打針了 是不是所以這個對觀光是一個很大的殺手 讓人家 回憶很差 尤其那個小朋友 全身白白胖胖的 回去兩個月不會退永遠都不會來 所以這個 處長希望跟 有關當會報告是不是 來弄一筆錢 東部發展條例也把小黑文 弄成這個蠢蠢危機啊 這個太可怕了 這等於這個是小黑金剛一樣 這以上報告謝謝 那沒有議員要補充意見 萬榮財議員 謝謝主席 我先請問到底會申請 剛剛我們很多議員同事 講到我們 我們花蓮縣的 就是 是 肝病或者說是癌症病例的 指數非常高 但是每次 我相信 衛生群 都會到鄉下去 輔導很多對原住民 部分的 關鍵 健康的 宣導 吳正池我們知道鄉下就是到萬榮鄉了 當時我提出 為什麼 炎住民這個部分對酒類方面都非常的 比較凶一點 但是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就是 我們的 像 威斯比這種的酒類 算是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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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現在我們政府時常就宣導過 以前也先宣導過 這種的就是 這種藥物的 酒類 是不 在商店裡賣 這種的實施 是不是 有 放鬆過 或是說 以前有先導到現在就 慢慢放鬆過 這種為什麼就 在部落裡面 原住民喜歡喝這種 因為他是 上山 工作類 他需要這種的體力 絕對是有的 但是我們勸導就是說 不能適量 不能要適量 不能多 但是沒事 我們在部分 在 鄉下林部落裡面 都很像是超越了這種數量 那我們在 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督促在各鄉的衛生局 謙導一下 不能在 找貨店 隨便容易就可以買到 應該到 我們縣市的 就是 西藥房 那種地方 然後 西藥房 再先導一次的時候 或許這種量 對民眾來講 會 很客氣的 就 我可能喝了多 下一次可能就少了 我在 裁過的時候 可能會被 又說 說到我自己來 他可能會減量 這是第一個 在這個部分 其實是現在各部落都有 我們有 吳淵 吳鼻還有吳九那種的部落宣導 前兩年 我看到各部落都非常的認真 我們還是要加強的 宣導 我們還是要加強的宣導 在防保局方面 總部落工 主動的 有了這種 普通爛鐵 真是 這種的 資源 作為家庭用的生活 很可憐的 看他們 他絕對是 幫我們 衛生方面 一份子 讓他們的交通 那他们的安全 他们今天说起来的时候 他们会要到远的地方 那不是我们正常人所做得到 那一定是有场废的 那一定是阿嬷在那边 推着这种的纸箱或者平民宽宽 到很远的地方 比如说自由回收厂去卖 所以我们可以关心到这些入室团体 不能在相公所里面 或者说回收车回来的时候 回收车回来的时候 减少他们在路途上的一次盆跑 所以局长这部分 我们再一次的去研导一下 或者做关爱 这种爱干净 帮忙我们做事的民众 谢谢 以上是我交换意见的报道 谢谢 刘美英议员 这个环保局288月工作清洁文物管理 这个观光力线这个工作很重要 工作品质提升计划 很保暑 本习第一个就是要直接检举 发电县政府厕所对张 你有没有罚过他 28800元 罚一次看看嘛 公部门在丢脸啦 臭得要死 敢不敢 要中 发发看 现在政府这种太臭太脏了 难臭我不知道啦 你测去你有一次不脏也不错 你刮别的胡子先刮自己的胡子啦 谢谢 有没有议员要补充意见 没有 那会后请卫生局环保局 就各位议员的意见 做详细的书面回答 大会报告 下午议程分组审查或收集资料 明天进行宪政总咨询 上午请潘富明议员 何李台议员 王燕美议员 施金树议员执行 下午由刘晓梅议员 李秋旺议员 张震志议员执行 请各位议员一先准备 准时出席 上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